男性长期禁欲,精子憋而不排,会憋坏身体吗? 男女有必要了解,网上说男人平均一生只能射精六千多次, 但我已经动手了三千多次,是不是我只剩两千多次了, 但我今年才二十八,还没有恋爱结婚生子,这可怎么办? 一,男人一生只能射精六千次,传言称男性一生只能射精六千到七千次, 一些性生活丰富或经常自慰的男性,很可能会经验枯竭,最终一蹶不振, 这其实是一种误区,男性每一次射出来的内容物主要是由精子和精姜两大部分构成, 其中精姜占比超过九成,而精子占比不足一成, 但一晚是源源不断地在生产精子和精姜,精子从诞生到成熟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, 而精姜仅需要二到三天就很充沛了,即便是每天都有射精, 依旧有内容物可射出,只是后面射出的精业内精子数量会稀少一些, 虽然稀少,但不至于一颗都没有,因为成年男性的一碗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精子, 只要一碗还在,就无需担心不会产生精子,所谓的一生只能射精六千次, 换算一下是两天一次三十二年就没了,这显然是不科学的, 既然射精的次数没有限制,是不是代表可以经常纵语?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主治医师翁志伟表示, 男性过度纵语会导致性腺反复充炫,让生精处精的环境受到影响, 容易因此而影响到精子的质量,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前列腺炎, 勃起功能障碍等发生,影响男性正常的生育功能, 相信看到这里会有不少人好奇,既然少了不好,多了也不行, 那多久过一次性生活才正常? 其实,不同年龄段的人所需的性生活次数也不同, 专家表示,20到30岁的人处于欲望较为旺盛的年龄段, 每周可进行三到五次,31到40岁的人每周可进行二到四次, 41到50岁的人每月可进行四到六次,51到60岁的人每月可进行二到三次,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也可以保持一次以上的频率, 当然,上述的频率更多是起到参考作用, 具体的次数还是要以个人身体反馈为主, 在同房后没有感觉疲劳、乏力,则说明次数是合适的, 二,破除那些关于精液的谣言, 关于男性精液的传言还真不少, 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不科学的说法,具体有哪些呢? 跟随小妙一一来看, 传言一,一滴精十滴血, 男性精液是由生殖系统产生的, 而血液是由造血系统产生的, 二者产生的途径都不同, 又何来的一滴精十滴血的说法呢? 传言二,精进人会死亡, 上文提及,精囊无时无刻都在生产精子, 短时间内大量同房可能会导致射出的精液内没有精子, 在休息一段时间后即可恢复, 一些所谓的纵欲暴毙的例子, 死亡的原因一般不是精进, 而是心脑血管疾病, 罹患心脑血管病的人在同房过程中过度激动, 会导致心脏负担加重, 血压上升, 很容易诱发猝死。 传言三, 精液可以预防妇科病, 目前没有充足科学证据表明精液可起到预防妇科疾病的作用, 不可否认有一些研究发现精液内有心, 短炼脂肪酸, 前列腺素等物质, 这些物质有消炎, 抗菌等作用, 但这些研究存在样本数量少, 不严谨等问题, 不能轻信, 相反, 如果与精液中含有如艾滋病病毒, 以肝病毒, 单纯泡疹病毒等病原体的人进行性行为, 反而会增加感染妇科疾病的风险, 传言四, 精液可以美容抗癌, 精液内有少许的蛋白质成分, 根本起不到美容养颜的作用, 盲目实用反而会给健康带来影响, 如一些男性患有吝病, 梅毒, 艾滋病等性疾病, 可能会导致感染, 三, 男性长期憋住不排会怎样, 不少夫妻在备孕时会先禁育个十天半个月, 等到妻子排卵期在同房, 认为这样做不仅受孕几率大, 精子质量也比较好, 这个做法科学吗?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, 男性禁育反而会让精子的质量显著下降, 具体来看, 活动精子的数目会在禁育六天后达到最低点, 之后会一直维持在较低点, 同时, 畸形精子的比例也会不断增加, 长时间禁育会导致精子的衰老比例增加, 精液质量也会大幅度下降, 世卫组织发布的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上显示, 推荐常规精液检查的禁育天数为2到7天, 这时候的精子质量最优质, 而少若精症患者建议4到5天, 若精症患者则建议禁育2到3天, 不同的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天数, 男性长期禁育除了会降低精子质量以外, 还可能会引发三大危害, 性功能下降, 男性升职系统功能存在用尽废退的现象, 长时间不进行防饰会让性功能下降, 等到真正想进行防饰时, 会发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了, 诱发前列腺疾病, 长期不同防会让男性的盆腔一直处于充血状态下, 前列腺疾病的分泌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, 容易引起前列腺腺管堵塞, 增加前列腺炎的发生风险, 引发早泻和阳尾男性长期没有进行防饰后, 突然进行时很可能会因为过度兴奋而出现早泻, 阳尾等现象。